是 没想到 上一次是我自己执意要走 这一次 却换你亲自赶我走 你胁迫昭平公主 害得她险些丧命 这件事我可以当做没有发生 可是其他人不会坐视不理 不管怎么说 他身份高贵 事后一旦追究起来 必定不会轻饶你 所以你必须要离开 速速离开此地 走得越远越好 永远不要再坏了 我本来就没有打算要久留的意思 但是你亲自来送我 我已经很受宠为敬 感激不尽了 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替我好好盯着浩月 那小子做事虽然颠三倒四 但心眼却是极好的 你 你放心 我会一直把他当作弟弟看待 仲天 这次是我对不起你 你都是为了救我 谢谢你 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 你不必心存愧疚 你若安好 我所做的一切 就是值得的 你没关注 你 就好 你 那 练习 你 岁 就同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望你自此以后 去除一切牵挂杂忍 一心一意休息 世间 再没有王金枝这个人 您好自为之吧 这大可汗对姐姐可真有心 不然这大漠荒芜之地竟会有满院的牡丹 像极了皇城 大可汗带我 的确比我想象中的要礼遇许多 有这样的夫君 我也安心了 一切 discover 猎王姐姐 你之后 还要贪心 让我感到这位 多陪你一下日子啊 好盈儿 听话 好吧 我知道了 归期已定 三日之后 我就要回皇城了 姐姐此生 怕是再也见不到 皇城的花灯 带不了端午节的白锁 吃不到端午节的粽子了 姐姐别难过 带我回去之后 定会向父皇请命 以后每年都来看你 给你带皇城的花灯 还有粽子 好不好 赵萍 赵萍 赵萍曾见过大可汗 不用行礼 咱们徒勒没那么多规矩 不兴这套君臣之礼 大可汗对姐姐 可真好 你是赵萍的妹妹 敲我姐夫就好 姐夫 好 敲得好 我是给你姐姐 带礼物来了 来 粽子 姐夫怎么知道 姐姐最爱吃这粽子了 以后啊 姐姐再也不用 为这粽子 伤穿悲秋了 你 赵萍你怎么哭了 你不喜欢吗 没有 喜欢 喜欢得很 大可汗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这时节 在大漠里 怎么会凭空便吃粽子来 我也是听说 赵萍喜欢吃粽子 便派人八百里加急入关 从中原找来了厨子 寻来浆米 我还命人 在里面加入了栗子和枣子 也不知道 这味道对不对 大可汗 大可汗 霞家寺可汗率部族起兵 西域十五部中 已有三部响应 直奔着凤凰河而来 霞家寺为何起兵 这 有话就说 是反对大可汗 这次与外族的和亲 立刻安排 广玉公主回鸾 是 姐姐 这可怎么办呀 盈儿 即刻返城 不可耽误 大婚里程 现在我就看司徒大人 能否兑现诺言 在规定的实现内 找到严静 主持人 这实现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摩颜将至 根据经书记载 离万魔降临 只有短短三十天的实现 若无法找回严静 镇压摩颜 不光西域诸部 连贵国 见识恐怕都难以幸免 都将同赘阿比地狱 怎么会这样呢 为何 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 提起怎样 不提起又怎样 难道你想反悔 对 实话告诉我 如果找不到严静 你们和突勒 都将不复存在 你明白吗 你放心 奉剑绝不是背信弃义之人 我就算是豁出性命 三十日之内 也一定会把严静找回来 你 乌铃 看下去了 你们赶紧停下 不许再往前走了啊 这里是禁地 平常百姓 不允许通过 什么这是 不知道啊 我们尽管 不怕 我们尽管 我们尽管 nutritional 我们尽管 那么 这个 学习 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天 也不知道 你现在身在何处 是否一切安好 真希望你能远走高飞 不要被发现残好 师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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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冲击师父的文术 已经发至各州府 而且龙玉关一带 已经全城戒严 他们封锁了城门正等地抓师父 我们该怎么办啊 大惊小怪 师父要被抓了 你怎么不着急呢 师娘 不许胡说 谁是你师娘 我 仲天以下犯上 焚烧公主的鸾架 本来就是死罪 通缉追捕 但是意料之中的事迹 我还奇怪 怎么到今日这文书才下达 师父真怨 要不是那个昭平公主 不守复杂 弄出乱七八糟的事情来 师父能被通缉吗 休要胡言 本官作为何卿事 一向是公私分明 仲天的事迹自有周府过问 你赶紧说说心 准备周全 送广玉公主回宫 就只李莹走吗 你不走吗 公主的名字是你能换的吗 是 何济史大人 您不走吗 我要留下来 调查严禁失踪的案子 一日找不到严禁 我便一日无法回家 这怎么成啊 找不到东西你就不回去了 我便立下军令状 若是三十日之内还无所获 就请通知我的义父李淳风大人 为我收拾吧 大事不好 西域部族发生内乱 西铁勒辖家司可汗 联合其他三部起兵 袭击了周围各个部族 一路向突乐而去 眼下战事一触即发 昊玉 事态紧急 无论发生任何事迹 一定要将公主安全送回皇城 放心 一切包在我身上 昊玉誓死保护广玉公主 好 赶紧续整合进屋位吧 是 李将军 有中天的消息吗 你是说还捕文书吧 中天行踪飘忽不定 我觉得 无需为他担心 倒是葫芦口废墟 前几天遭人袭击 留守将士死伤大半 我已派人查明 是无一教所为 真是风雨将至 祸不担心 你最后一个人 你就让他担心 发生了 我是看武器 又比他担心 给你 尽快 我用尽快 赶紧 公主有何吩咐 这紧赶慢赶 走了好几个时辰 我这腰都快断了 我要下车看看 看看这四周的风景 来人 给本宫铺上龙毯 我要休息一下 对不起公主 您不能下车 大胆 你一个小小进屋卫 竟然该忤逆本宫的意思 公主 此地地形险碍 若遇伏击 义工难守 不如这样 我们先到下一个驿站 然后再休息 如何 闭嘴 你是公主我是公主 我说休息 就得休息 全军下马整顿休息 轮流之手 不得有误 是 你不能休息 这下马上 你也要走 你也要走 我 你也要走 我 是不是 你都会走 你 我 我 你 我 你还敢说我发脾气 我问你 仲天去哪了 为何会有通缉他的海博文书 公主您无需知道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不能知道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们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原因 你们究竟把我当什么了 把你当公主啊 好 那你告诉我 为何通缉仲天 无可奉告 你 我命令你 告诉我 大理寺为何会发通缉仲天的海博文书 若是不告诉你呢 那就是抗旨 好 我告诉你 还不是因为你们皇家是非多 要不是那个昭平公主 非跟什么青梅竹马私奔 又怎么会出现刺客的事情 师父为什么会被通缉 你不知道吗 你胡说 姐姐才不是那样的人 你还信不信 不信自己去问司徒大人 我自己去找司徒碰见问清楚 喂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理取闹 现在形势很紧急 上车再说好不好 我不信 我一定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你们都虚想瞒我 你们都虚想瞒我 那现在是你自己上车呢 还说我把你扛上车 你 你敢 放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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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站住 好 等我回宫 我一定砍了你的脑袋 怕你了 你给我等着 好像吗 笑屁啊 笑屁啊 两部的军队集结在这里 等两军会合以后 我们一同攻上凤凰河 报告可汗 报 前方发现一支和亲使团的车队 有金吾卫三十人护送 真是天助我也 听着 给我活捉广玉公主 我要让 那位皇帝知道 我侠家司的厉害 是 全军原地戒备 全军原地戒备 是 保护公主 公主 是霞加斯的骑兵 霞加斯 杀 就把人断起来 愿吗 她 因此 因此 有 好 来 有 此 走 姑娘 来 这里 公主 公主在这里 公主 公主快跑 走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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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小月 公主 下马 来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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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汗 我西域十五步中 眼下已有近半归顺 突乐大可汗与外族通婚 乃是视若无能的表现 重不不服啊 如今我不趁势而起 正是一统各部 称霸西域的大好机会呀 大可汗的位置 结合十五步的兵力 回军东去便可直取皇城 可汗英明 其余两部的军队 就在这集结 两师会合后便可一同攻向凤凰河了 报 报 前方截杀广玉公主车脸的骑兵传信 所有护兵都已经被消灭 但广玉公主趁乱逃走了 目前正在追击中 传令 各部各族 拿下广玉公主 死活不论 听着 我有重伤 就是死 我也要全尸 是 我要用那个公主的手机 作为剑面笠 送给那无能皇帝 ու 啊 噢 啊 啊 哦 啊 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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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走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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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再跑不动了 现在不能停 现在不能停 我背你 来 快上来 来 公主 您听我说 我们逃不掉了 您听我说 看着我 我发过誓 就算我死 我也要把你送回皇城 你相信我 没用的 这荒漠之壮 马也累死了 只剩你我二人 我们逃不出去了 你现在放弃 对得起全君附魔的金无尉吗 你现在放弃对得起那些将士吗 昊玥 你走吧 他们要杀的人是我 你把我杀死了 他们就快放过你 我是皇室的公主 我可以死 但绝不能漏入突勒人手中 我不会放弃的 我说过要保护你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抱着你 走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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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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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儿 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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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遇到我 为什么总是哭啊 是我太没用了 要是师父在的话 就不会老得如此狼狈 我没事 快 昊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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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待在这里不要走 一会儿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 你答应我好吗 昊玥 你打开我 我都不想起来 naw 我现在是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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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是想起来 我现在是想起来 你还没关系 无论 从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就认定你是我的亲 可能我们 就是有缘无分吧 老远 老人们都说 园定三生 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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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抓住你的手 再也不放开了 等我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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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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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好疼 好疼 我担心 我们的消息被人间断了 再派 务必保证公主安全抵达前方驿站 好 帮我出去 帮我出去吧 求求你了 帮我出去吧 教主 葫芦口的云天已经回首 全部扮运至紫柱 不知这次能否顺利打开天界和人间的通道 开始吧 是 比我干的 不知 你别跑了 休息 冬 见过天恒大神 参见天恒大神 无神降临 法力一变 拯救苍生 一统天下 现在 你们从人间输送的能量 还不够强大 本神还无法降临人间 我要你们修建更多 这样的圣旨 吸收地脉之力 借助月圆时的能量 用炎镜 方能联系天界和人间 皆是你们才能袭去 肉眼翻开 登入极乐世界 属下定当竭尽全力 恭迎大神将士 还有 务必除掉仲天 不仅仲天 仲天 应一路兵马 建造最后一出云铁池 待到下一个月圆之日 便是大神降临之时 请尊书报令 教主 胡佑有一个计划 定能除掉仲天 仲天不死 胡佑愿提头来见 好 这灭神戟乃是天衡大神所赐 能够化解仲天的意义 届时 他便与常人无力 现在我把他教育 除掉仲天 易如反掌 多谢教主 大神降临之日 必与仲天师身所尽 大神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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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丽无边 拯救方圣 一统天下 大神降临 大神降临 八丽无边 拯救方圣 一统天下 即将其言之内 这是宣传 有什么 头发到最后 神降临 小神降临 这些警告 还不在意义 联网 真的 第十筒 这次 そりゃ 这次 这次 公灵 还有 化成浩岳战死 尚轩动用尽数 不惜冰封神域 更是将他们的碎片化作能量体 转移至其他星球 一代转机 什么 他们还未真正消源 我也是碰巧遇到了 优合的能量体 他的记忆已是一片空白 所以 我就修改了优合的部分记忆 将他用作我族拓展势力的棋子 他现在已经不是优合了 而是另外一个 听命于我族的傀儡 这样不是更妙吗 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又发现了新的星球 打算对新的星球下手 那颗星球 那里的人称之为地球 它有着巨大的能量和升级 这么巨大的能量 绝对是我一族不可或缺的力量 地球 你说的是地球 你说的是地球 没错 只要一族能够突破卫面之固 抵达那个星球 我就可以瞬间吸收地球的所有能量 使体能能量恢复柔出 到时候 我记得尚轩最后就是把仲天送到了地球 如果冲天在地球 它势必会阻止你 原来尚轩 早就探知了地球能量 所以 你不用再说了 我是不会认你利用的 因为我早就已经约定 你已发誓 如果我肯回来 你就会放过深渊 不再与尚轩为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